这是哪来的假冒伪劣和尚 吃肉的吃肉 土物的土物 面对质问 假和尚支支吾吾 目光游离 这就是缅甸 一个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和尚为一等公民的国家 在缅甸 有90%的人口都是佛教徒 大多数男孩都会被送去做和尚 这也就更方便和尚们的作威作福 今天投金歌将去往缅甸的一个大寺院 揭秘该国混乱不堪的僧人生活 凌晨4点 天微微亮 投金歌来到寺庙 这里的僧人已经开始准备早餐 仔细看 围墙旁边也有很多女人在生活起早 他们在等这里的僧侣 为他们保留特殊的食物 心蹦 那这勾人心魂的心蹦到底是什么呢 和尚把铁锅架在火堆上 往里面倒上花生油 再把新鲜的落神叶放进去 最后往里面加上一种 充满活力的橙色混合物 至于混合物是什么 只有他们内部的人才能知道 没过多久 锅里就散发着一股 令人着迷的神秘响气 据了解 这个寺庙大概有一百多个人 每个人各司其职 步步交流 侯金哥在方丈的祷告下 做了餐前礼仪 然后他就被排挤到一张独立的小桌前 享用僧人贡献的早饭 侯金哥尝了一口 里面竟是猪肉和鱼肉 在我国古代 僧人们被张献忠用屠城做威胁 他们才吃一口肉 并留下了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这句诗 而自诩为佛教大国的和尚 却顿顿吃肉 甚至走路都在吞云吐 有了这一发现 接下来 头金哥将更深地打入寺庙内部 这个男人正在做最大尺度的现身 他曾亲眼看到这里的和尚喝酒吃肉 为了揭开这群假和尚的秘密 他只好任由别人在他头上作威作福 成为其中一员 头金哥穿上袈裟 接受方丈的祝福后 一天的生活就将开始了 面前的这个和尚是他的导师 他在这已经当了三年的僧侣 在寺院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烹饪 沉不住气的头金哥直接问老师 为什么你们可以吃肉和抽花粉 和尚却说 在我们这没有绝对禁止的事情 吃肉什么都可以 只要不和女性过多身体接触就行 但是头金哥却不相信 因为他来的时候 在院子后面看到很多女人 而他面前的老师 为了打破心理障碍 接受寺庙的生活 也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 这里的和尚不工作 都靠什么吃饭呢 也来讨饭是这里和尚的基本日常之一 每天早上这些人 都会走街穿巷的讨饭 他们穿着穿腿服装 拿着布施碗 光着脚穿过村子 向当地人叫喊 村民们翘首以盼 早早备好食物 僧人理所当然地接受赶家饭 有米饭 有饭菜 还有来自信徒的扣办 看着每家每户的贡献 头金哥这才明白 这里的僧人接受不失 是别人送什么就吃什么 肉类不济 只要是三斤肉就可以 眼不见 耳不闻 非几杀即可 头金哥这次明白 他竟是闹了一个大乌龙 但后面也让他误打误撞地 揭开了僧人长寿的秘密 这些男人娶不到媳妇 只因为他们不完整 在缅甸 每个男人一生都得当次和尚 大多数是在十到十六岁 在这个信徒满满的国家 和尚被称为一等公民 甚至如果你不去当和尚 你就娶不到媳妇 而很多人当和尚 不仅是为了娶媳妇 更因为是可以长寿 自古以来和尚比普通人更长寿 会招和尚活了两百九十岁 虚云禅师到了一百一十九岁才原济 那么和尚长寿的秘密是什么呢 他们把话原来的食物摆放在桌上 一阵祷告之后 他们就会默默地想出今天的午餐 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顿餐食 这里的僧人都要遵守过五不时的规定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饮食 可以帮助一个人更好的冥想 吃过饭之后 他们会将所有的剩菜都倒进盆里 然而这些菜会被组合成为一道主菜 为了更好的保存 他们将这些剩菜放进油锅里 炒熟后倒一盆水进去 僧人用木棍将它搅拌均匀 而锅里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第二天的早饭 在了解过甲和尚的秘密和长寿的原因后 侯金哥果断地选择了环组 而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附近的餐馆拍了品酒 给了份当地美食鸡屁股 做法就是将鸡屁股和葱蒜辣椒洋葱 胡萝卜爆炒 侯金哥尝了一口 味道真好 晚上可以吃饭的感觉真好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